这时间啊,过得真快 一晃啊,出去七八年了 唉,你想玩儿子了 回家看看 能不能别玩手机了 你看大晴天 吃个瓜枕,晒个天亮多好 非要在这玩手机 行,不玩了,陪你说话,行了吧 小新,小女 妈 你怎么回来了,妈 你看,这妈不是七八年没回来吗 妈想你们了,就回来看看 是啊,妈,你啊,这么久都没回来 这次肯定回来挣很多钱吧 对啊,妈 你这怎么穿这时回来了 妈,你挣的钱呢 儿子,儿媳妇 不瞒你说,妈呀,这些年出去 也没少挣钱 是吗,妈,那你的钱呢 对啊,妈,你钱在哪呢 赶快拿出来 不过,妈 生了一场重病 我挣的钱,全都花出去了 什么 你现在没钱了 没钱,你还回来干嘛呀 是的 是啊,妈 你看,你还没钱回来 是不是想让我们两个照顾你呢 我跟你说啊,没门 现在我们家也没钱 我这天天在家,什么事也不干 全家全口可欣一个人在这儿养着呢 小雨 可欣 这妈年龄大了 生病了,在外边不能挣钱了 这回来 你都这样对妈呀 难道 你没不想妈吗 就想着妈的钱吗 行了 这么多年不回来 现在需要人照顾了又回来 想让人照顾你呀,没门 妈 你要是有钱呢 你让我们照顾你 还行 你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你回来了 想让我们照顾你 你想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妈 你呢 赶紧赶紧走吧 小雨 你可是妈的亲儿子 可欣 你们就这样对妈吗 行了 既然你也没钱 这个家你也别呆了 赶紧给我滚 行啊 小雨 可欣 这妈那么多年没回来 连家都不让我进 又让我走 行了,妈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也别在这儿爱我们的眼了 我们晒太阳呢 好啊,儿子 妈 那么多年 真是白养你了 你真是个白养的啊 你这样做 真让妈失望呀,你 哎呀 行了 你就死老太婆 没钱喊这么多配话 赶紧走吧 别在我家呆了 小雨 你说你妈真是晦气 出去这么多年啊 一分年都没带回来 停停停 你说什么呢 谁妈呀 我妈 我可没让一个妈 行 这可是你说的 你啊 反正是没有这个妈 以后啊 她要是死了 叫我出钱 我可不认 我说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我不说了吗 不是我妈 咱俩都不用管她 知道没 走吧 我妈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摊上这一个初生的儿子 儿媳妇 一天都不孝顿 那么多年没回来了 回来之后 连雾都不让我再 就把我赶出来 哎 水花舌 保强 水花舌 你都这么多年没回来了 你这回来了 怎么这么伤心呢 保强 你不知道 我一回去 儿子儿媳妇为我 挣到钱没有 我也说没钱 立马把我赶出来了 水花舌 小艺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你可是他亲妈呀 不论你挣到钱 没挣到钱 他都应该养你啊 他怎么能把你赶出来呢 我告诉他 我生病了 现在不能挣钱了 他就把我赶出来 水花舌 那 那你现在有地方去吗 保强 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这 走一步看一步 水花舌 你就小玉的一个儿子 他现在不管你 你这可怎么办呢 要不这样吧 水花舌 我小时候 你啊 还是挺关心我 挺照顾我的 要不你先在我家先住下吧 你这还生着病呢 要不我先给你看病吧 保强 我还生着病 那么大年纪了 我不能拖累你啊 水花舌 你说什么呢 小时候 你可是最疼我的 现在你没地方住了 你啊 就先在我家先住下 你看怎么样 保强 我真的没想到 我亲生儿子 还不如你呢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这些年 我出去啊 我出去啊 也没少赚钱 我开了一家公司 现在啊 我是老板 真的吗 崔花舌 那你怎么穿成这样回来啊 我呀 那么多年没回来了 不知道 他两口子啊 对我什么样 我就试探他一下 没想到 还是之前那个老样子 哎呀 行了 崔花舌 你啊 现在我这先坐下再说吧 那行 小雨 小雨 什么事啊 你大呼小叫的 看你慢腾腾的 我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你中彩票了 哎呀 不是我 是你妈 你知道吗 你妈呀是公司的大老板 她创造了一个集团呢 你别闹了 就我妈 她创造一个大集团 别逗了 真的 刚才啊 我去村口的时候啊 那个天龙 还有尊宝他们两个 都在说 他说咱妈 现在可有钱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说 咱们俩 这次可把你妈 给得罪了 没事客气 那可是我妈 这样 咱俩赶紧 把我妈给接过来 行 咱俩现在就去 听说你妈 现在在宝强家呢 那还等着妈 赶紧走啊 快 崔花手 你看你这好不容易 回来一趟 你就多这几天呗 行了 宝强 你看这几天 在你家 在你家 你忙 我这公司里边也忙 我先回去了 哎呀 崔花手 你这话说的 有时间 你倒回来看看 那行 妈 你这干嘛 你这干嘛去 妈 我们这来就是为了把你接回家呢 是啊妈 走 你还是回家住吧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让我回去 你们两个 这是什么意思 当初你回家的时候 我跟可敬 我们两个闹别扭呢 心情不好啊 所以才说出那个话 这不 我们都想通了 我们两个也好了 所以 赶紧过来接你的妈 是啊妈 你看 我跟小雨啊 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别当真啊妈 是啊妈 你看看你 现在 才知道你开这么大一个公司 你说 当初你怎么不不说呀妈 是啊妈 你那公司肯定不少挣钱吧 你看 我现在啊工作也不太好 你要不把我安排到你们公司去吧 还有小雨 她现在啊都没个正经工作 妈 你也给小雨安排个差事呗 安排什么工作啊 那就是咱们家的公司 妈 你看 刚好我现在也没工作 什么那个总经理啊什么的 我来当上就行了 行了 别说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们两个 知道现在我是老板 又回来让我接回家 小雨 你说说你 以前 你妈是怎么对你的 这次你妈回来 说没钱了 自己生病了 你就把她赶出来 要不是我看到脆花舌 一个人在路上哭 我还不知道脆花舌 绝对被你这样欺负 现在知道脆花舌有钱了 怎么了 想着把她接回去啊 帮青哥 我这当时 不也是糊涂吗 糊涂 我看你们 不是糊涂吧 当初 你们知道我为啥出去打工吗 就因为你们两个 游手好闲 不顾正业 妈才想着出去挣钱 没想到出去那么多年 回来 你们还是老样子没变 我回来的时候 你们不认我这个妈 从今天开始 你们也不是我亲人子 包翔我走了 妈 妈 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妈 你就给我们回家吧 这样 是啊妈 我跟小雨 我们两个真的知道错了 以前是我们不对 我们不应该那样的对你 小雨 你快跟妈说呀 是啊妈 我们不应该知道你 你得病 就要把你给赶出去 妈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你 你就给我们回家吧 妈 你放心 我们 不会要你一分钱的 以后 我们肯定会好好对你的 是啊妈 以后我跟小雨 会好好孝顺你 伺候你的 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 行了 我看小雨 她知道错了 我知道小雨 从小 对你还是挺好的 她本性不坏 你就给她这个机会吧 妈 您就跟我们回家吧 行了 你们既然知道错了 妈 原谅你们 以后你们两个 别再在家闲着了 跟着妈 上我公司去干 从第一层做去 妈 行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妈 以后我跟小雨 一定跟着你好好干 好好学习 妈 咱回家吧 那这样吧 回家 把东西收拾一下 跟我一起走 崔花婶 你看现在这样 不是挺好的吗 小雨 以后要好好对崔花婶 行伯阳哥 你放心吧 伯阳哥 谢谢你啊 妈 咱走吧 走 我扶你回家 走 好 OK